《 史上群眾募資金額最高的遊戲 星際公民》 雖然至今還在 Alpha 測試的階段 不過整個遊戲的各個拼圖 也在一次次的更新之中 陸陸續續的拼湊起來 其中一項主打的特色 FPS 模式 《銀河陸戰隊》 也在最近的 2.6 更新中正式啟動囉 在這個模式中 玩家目前可以選擇陸戰隊與法外之徒 組織著兩種不同的類型 並且搭配輕型或中型裝甲 以及多種的能量武器來進行戰鬥 而目前有完全為自己而戰的 Elimination 以及兩支隊伍爭奪控制點的 Last Stand 等兩種玩法可以選擇 至於原本的其他系統也加入了許多的新內容 像是新的探索區域以及船艦等等 另外競技場指揮官也加入了更多的敵人跟模式 並且在擊落敵機之後 還會掉落額外的補給品 幫助玩家持續戰鬥下去喔 雖然離實際導入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下一次 3.0 版本的重要更新 也就是降落行星的功能 也在之前釋出了精彩的實際畫面 看到如此龐大的規模 是不是讓玩家們也越來越期待它真正完成的那一天呢 他們一定會讓玩家們先給你 在陰影中 我們用手在估讀方式 也在陰影中 學習的影片 感谢观看